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我们把一个孩子养大了 结果这个孩子离不开父母 那我们真的是爱了这个孩子 还是害了这个孩子 是 如果你养了一个离不开家的孩子 离不开父母的孩子 那你是造就了他 还是你是妨碍了他 那他的人生会是充满了色彩 还是他的人生将会是一个很严重的悲剧 所以我想这个对父母而言 那种心理的调整很重要 所以到底是孩子依赖父母 还是父母依赖孩子 是 也许生活上 经济上 孩子依赖父母 但是心理上 感觉上 是父母在依赖这个孩子 好像没有这个孩子 我的生活就空掉了 我就不知道 我每天要做什么 我活着要干什么 然后我的满脑子 我想的都不是我自己 我想的都是我的孩子 是 他每天在做什么 然后他在上什么课 他在跟谁做朋友 那他有什么样的能力 他有什么样的才华 什么时候他会参加一个球赛 什么时候他要有一场表演 那你整个注意力啊 思考感受 全部在孩子身上 那这样的情况 到底我们是帮了这个孩子 还是让这个孩子 好像用很多条线 很沉重的负担 把这个孩子绑住 让这个孩子走不出去 飞不起来 所以我想我们做父母的 可能心理上也要有一个学习 所以18岁 快要到18岁 不是只有小孩子要做准备 准备要长大 做父母的也要有准备 你真的愿意放手 而且不只是放了手 还放了心 放心让孩子离开 当然呢 如果你有好好地去陪伴这个孩子 你有好好地去滋养这个孩子 然后你有从一个小孩进入青春期 就是差不多小学五六年级开始 你有真的在生活上开始进入了孩子要培养独立的习惯 还有独立的能力 嗯 那你有让孩子去培养的过程 那你到了18岁 你就会安心的放心的让孩子离开你 是 但是如果孩子在他的国中阶段高中阶段 他所有的生活都是你在张罗 你还要叫他起床 你要叫他去睡觉 你要叮咛他三餐要吃什么要吃多少 然后他的这种夏天也好冬天也好 你要叮咛他穿多少衣服 要记得穿雨衣带雨衣啥 然后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要做 都是你在张罗照顾 那如果这个孩子明天他就要离开你 你怎么放心 对非常 那你会担心他明天早上会不会记得起床啊 嗯 那你还要打电话去叫他起床吗 嗯 万一你听到说你的孩子他天天都迟到 嗯 因为他都没办法准时起床 闹钟叫不醒他 那你听到以后你要怎么办呢 是 你就会说让过去没有好好的训练 现在让他去训练了 嗯 虽然孩子可能很辛苦很痛苦 那也许这对他会有用 还是你会着急的想要飞奔过去 然后重新过去你对他的照顾呢 立刻住进宿舍 那如果孩子到了晚上十二点 嗯 他没办法叫自己去睡觉 还在玩游戏 他还在玩游戏 嗯 嗯 他还在上网 嗯 他还在玩手机 嗯 欢乐 那 你怎么办呢 嗯 如果他每天都要搞到凌晨四点五点 他才要睡觉 然后早上几乎都在床上 嗯 所以早上的课他都没办法上 如果搞到这个孩子才念一年 他就要被退学 是 那 你做父母的 你是要怪这个孩子呢 还是要检视自己过去对他的照顾呢 嗯 所以我今天谈这个 也不只是谈给十八岁的年轻人的父母 我甚至要谈给更年轻的 那个才十一二岁的孩子 他的父母 因为这种东西呢 不是一夜之间 嗯 你可以转变的 是 他是要经过一段时间 所谓培养养成的一个阶段 嗯 所以从依赖走向独立 它是一个过程 是 而这个过程呢 嗯 是不能 不能 完全没有 也不能缩短到 几天几个礼拜 嗯 这样的一个 一个时间 嗯 所以我觉得说 父母的放手 不是到十八岁 是 十八岁你是真的要离手 但是这个放手 逐渐的放手 这个可能要更早 早个五六年 就要开始 嗯 然后到十八岁是完成的阶段 对 对 我也常常 嗯 建议啊 嗯 父母呢 也要准备一篇宣言 嗯 对十八岁的孩子 有一篇宣言 当然呢 一开始要先恭喜祝贺 他们终于十八岁了 长大了 然后也会承诺说 会给他们更大的尊重 然后在很多地方 然后在很多地方也会有更好的一个互动的方式 嗯 但是呢另外也是十八岁以后啊 他就要为他自己的人生负责 嗯 哦 然后他不能够把父母的努力的结果 哦 把父母的钱 把父母的时间 把父母的人脉或者体力 嗯 当作理所当然 是 哦 当然 他可以跟父母商量 在讨论 哦 比如说我 我还没有工作 我还不能赚钱 所以我 可能我的学费 跟外面 我还是希望你们支持我 对 那 至少 他会知道 说 我让我的父母继续支持我的学习 不管到大学或研究所 甚至念博士 哦 那 并不是每一个家庭 都有这个能力 嗯 去支持孩子 嗯 往上 嗯 深造 是 有些家庭可能要 住学贷款 嗯 有些家庭可能就要直接告诉孩子 我们没有能力再赔你 是 哦 甚至呢 我们还期望 你要工作 养活你自己 甚至还要支持这个家庭 是 所以 有些孩子 可能到18岁 他就 他就必须工作 是 因为家庭需要他 来 来回馈 来照顾 所以呢 这个 不是理所当然的 谢谢你观看我们的影片 如果你很喜欢 欢迎你按赞 分享 然后订阅 如果你对我们的影片 有任何的疑问 想要了解更深入的话 就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写到我们的email rjliu1126 小老鼠 gmail.com